在重慶,近日有一架载有15个乘客的小巴 在上山路转急弯的时候突然失控 那架小巴倒地旋转的同时 有一名男乘客被抛出车外 从视频里可以看出那一名被抛出车外的男人当时非常之正正 起床起身,穿完鞋再去检查一架车的情况 十几分钟后,救护车也赶到现场 据了解,15名乘客连同司机都没有大害 但事件过后,那一名被抛出车外的男人 是否应该反省自己没有保护安全带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